我们的生命总是有太多美丽的希望 而往往 现实无法如我们期盼的一样时 我们就会失望 甚至满面上帝为何不爱我 只爱他人 这也是魔鬼撒旦很喜欢使我们产生一个比较的灵 人往往就是什么都能夺去 唯独不能夺走我们的尊严 我们的自尊 当撒旦暗示我们 某某人比我们强识 他好像万事都好 上帝好像比较爱他等等 当这一切暗示一来的时候 我们要懂得拒绝 因这也是阻止我们身心灵得一的要害 但一个来到神面前谦卑的人 是不会因人的比较而受伤的 相反的 他会对上帝的话更认真 并且因着这位蒙恩的弟兄姐妹感谢主 今天 我们要透支我们的仇敌魔鬼撒旦的计谋是什么 唯有分别魔鬼的伎俩以及上帝的声音 我们才能接受对的讯息 而拒绝常常绊倒我们的暗示 约翰福音八章四十二到四十五节 耶稣说 他说谎是出于自己 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 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我将真理告诉你们 你们就因此不信我 这里再次拆穿魔鬼的属性 他是说谎之人的父 是与耶稣对立的 耶稣是真理 而撒旦是欺哄人的 往往我们就是喜欢被欺骗的声音影响 因为好像谎言听起来比较真实 比较能抒发内心的情感 就好像撒旦说我们内心的苦闷 是因为不够享受世界的玩乐 世界是多么的美丽 我们应当沉浸在其中 这往往是我们远离上帝的真理时 常常有的想法 只世界这么有趣 人生既然这么苦短 就该好好享受世界的玩乐 这些似是而非的想法一进入时 我们若真接受的话 就中了魔鬼的诡计了 有一种声音常常要占据人的理智 情感意志 撒旦魔鬼是堕落的天使 我们不能小看他的能力 但也不要因为害怕他而被他占据 因为我们里面的另有一个更有能力的灵 就是圣灵 其实我们每个人 天天都会被撒旦的声音干扰 只不过被干扰的程度有所不同 而被干扰后的反应也各有所不同 虽然我们知道是谎言 但却很有影响力 也有占据力 魔鬼是有一种属灵的力量 叫我们去相信他的话的 因为他所说的话 好像很真实可靠 要从真理正确认识魔鬼 然后抵挡与感触他 我们需要从真理认识魔鬼 才能抵挡以及感触他 撒旦往往会通过我们最弱的地方下手 我们在某方面比较难被圣灵充满 他就会偷偷的进来影响我 例如我们在理财方面看得很重的话 魔鬼就会常常因钱财的事宜影响我们 又或是我们较难控制我们的情绪的人 魔鬼就会常常让我们经历一些情绪波动很大的事件 当我们认清魔鬼 常常影响我们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才能开始抵挡他 但魔鬼不是我们拒绝他时才离开的 他是我们顺服上帝的时候才离开的 我们拒绝撒旦的暗示时 他仍然存在在某个角落里 等待机会再出现来攻击我们 但唯有当我们顺服上帝的真理的时候 他就必须知难而退 因为有光的地方是容纳不了一丝的黑暗的 所以我们天天在凡事上赶跪 直到我们生命里明显的形成蒙恩的属灵体制 最后我们个人生命在赶足魔鬼上 必须得着的突破与证据 当我们越认识仇敌的轨迹时 我们就会越依靠我们唯一有效的防守 那就是耶稣基督的能力 我们必须知道有邪灵 那么我们才会知道圣灵的事 虽然我们世上仍然有很多还未得医治的地方 但我们不要因此气馁 因为我们要认识到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给我们医治的能力 是能够解决我们身上一切的疾病的 在这场属灵的战争中 我们要按正事实继续宣布得胜 继续在每日生活中依靠真理 感激广年的人生